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今天是端午节 先祝大家佳节愉快 那么苏华公路在这次的端午连续假期 因为落实摊坊中断 打乱整个东部交通 那车流必须往中横或是南回 才能够回到西部沿路塞车 那车程是从7个小时到10个小时起跳 民众就抱怨了好像在逃难一样 那台湾东部交通建设 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吗 为何苏华公路一段 那交通就陷入瘫痪 那为何没有别条 比较安全的道路可以走 游客可以下次不到花东旅游 但是住在东部的民众呢 苏华改一期计划 预计今年完工 但是只有宜兰信建内 那连接到花莲县境内呢 那从西部走国武到宜兰 那必须在苏澳下交流道 那进入市区之后呢 再连接苏花改 每逢假日呢 苏澳就大塞车 那为何国武不能够连接苏花改 交通规划怎么会是这样片段式的 那政府现在力推的前瞻基础建设 有没有包括改善这段交通 让东部交通能够早日脱离窘境 另外国民党积极布局2018选举 尤其双北市可能参选爆炸 这是吴敦义当选党主席后 党内士气大正 还是中北部相对比较好选呢 下面一题我们今天一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宽成 中江好 大家午安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短期快乐 好 我们先来看苏花公路 贪方封闭 打乱端午廉价回家之路 东部交通是一团乱 来看VC 很多人一大早就跑来登记搭船 就怕挤不上 苏花公路中段 旅客受困花莲 交付调度两艘大船 从花莲港协助出运 前一晚深夜就民众开车到码头等待 其实三点多就来了 刚好看到啊 想说又没搭过 就顺便搭搭看 我们五点多又来 原本三点要走那边 原本三点 所以后来临时知道 对 临时知道 中午立纳轮下午赴快轮 只要两个小时就能把旅客载到苏澳港 两班船总计可载1216人 以及近200台小客车 还能开放部分游览车跟卡车 花莲车站同样有旅客 大包小包准备回家 为了协助书运 台铁在廉价最后一天 增开三列次移花区间车 以及一列普悠马 并开放站票 多载一个是一个 但如果是自己开车 无法把车丢花莲又挤不到船 只能走三条替代道路 包括上离山到罗东 或是走中恒到台中 或是走南回再从国道北上 但是车程起码十个小时起跳 游客哀嚎 花莲现场复昆旗也看不下去 因为落实中段的苏花公路 尽管落实频率稍缓 但是平均每20分钟 还是有2到30颗篮球以上大小的落实 公路总局评估 最快也要傍晚5点 才能评估抢通开放时间 花莲受困旅客回家之路 还是相当漫长 好我们看到苏花公路又断了 这次的端午廉价 旅客哀嚎搞得像逃难一样 来先请教金兰姐 为什么我们的东部交通 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改善 那现在的苏花改进度又到哪里呢 我想这个苏花公路的这件事情 苏花替苏花改其实用很久 那当然最主要是对于那个地质地形 还有是不是要慢活 要不要带来这么大的旅客量 等等都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如果历史翻一翻 其实2002年是陈水扁当这个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新十大建设 就曾经要处理这个苏花高 那这里面换到马英九中间有8年 到2008年 这中间讨论就我刚刚讨论的 东部地区是不是要怎么样的开发 那这里面的开发 因为有交通就有人潮 那是不是要慢活 那这里面就有一直在讨论当中 还有那个地形环平的问题 到2008年 我刚刚讲了到马英九当总统 那时候有一个叫苏花替 那后来又有一个苏花改 那其实这个争议 傅昆奇也不是今天才站那里 每次他都会站在第一线 他大概大概是开发派 那地方上还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认为整个的发展当中 有人认为说那是非东部人 那是不是留一个后花园慢活区 不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量 那让那个后花园的那个净土还维持 所以那个讨论一直争议不断 那到现在我们今天又看到 这个出状况 交通部的问题非常多 那从过节前就一直有问题 结果没想到是出在 就摊方了 摊方了这个问题 那这中间又牵扯到 我们刚刚讲的前瞻基础 那又刚好又连接到 所以我刚刚讲讲的原因是 从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就是个挑战 到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也是个挑战 现在到蔡英文总统 还是得接续面对这个挑战 那现在的问题 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傅坤城讲了 是不是要有苏花改二期 那你再去看看吴哲成 宜兰的代宪长 那中间有一段 就是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这国武下来的苏澳 跟这个苏花改 中间没连接 是不是再花个一百多亿 那他还更讲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有一个宜兰的直线的快速铁路 从南港到宜兰 这个也讨论过 那这个讨论起来就很多人说 那对于这个破坏 只有环保生态破坏 这中间有很大的一个讨论 我的意思说 东部的讨论非常久 那东部的讨论 其实它有一个敏感的地形地质的一个问题 还有台湾在建设当中 是不是指中西部 那东部就把它偏废 所以他每次都讨论 那这个讨论已经十几二十年 这十几二十年不太容易处理 可是碰到这个状况 你又对不起人 特别是这个假期 本来大家觉得兴高采烈的要出去玩 就碰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这个挑战 这个讨论还会继续的交战 那怎么样去发展 恐怕不是一时半刻 但眼下就今天晚上 像明天要上班之前是不是能把这些人 能够平平安安顺利地送回台北 或是送回台中 或是台湾各地 那这个会是当前的 那我刚刚谈的这个题目 还有刚刚看到傅昆臣谈的那个题目 可能宜兰县的代宪长 这吴泽成要谈的题目 他都会延续到明年宪长选举 他都会争取 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 碰到前瞻 条例过了以后 那立法院在面对 因为摆在眼前 原先的计划比不上变化 他就得再去挤 他就得去面对 那这个面对 他从来就不是新考题 他就是open book的旧考题 那怎么样处理 以前陈水扁这样处理 以前马英九这样处理 现在蔡英文接手要处理 他都不是个好处理的题目 但蔡英文自己必须要面对 这样的立场 就是环保生态 那开发 那在这里面 怎么去找一个平衡点 那这个东西 现在通通交到民党执政的手上 的确这个建杉姐提到过去 这个东部交通就讨论很多年 那现在民众恐怕会有一些不耐的想法 就说能不能不要再讨论了 就下去做就对了 毕竟东部交通连基础都达不到 我们听到这个花莲县长傅昆吉都说 他不指望前瞻 把基础建设做好是最重要 我们来看到目前东部交通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那这是一个苏花改的路线 那这个西部民众 如果你是走这个国武的高速公路 来到东部宜兰之后 那国武到苏澳 你就必须要下交流道 因为这国武就到 这路线就到这里为止 那接着原本的这个苏花公路 我们看到这黑色的这个石线的部分 就是这一次这个落实摊放的地方 在112公里的地方 这是灾损处 那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苏花改的路线 那虚线部分我们看到就是隧道 那这个苏花改的一起工程 现在从苏澳到东澳部分 这是预计今年106年未完工的 那这个刚刚这个花莲县长傅昆吉说 那二期呢 二期就是从南澳 一直到这个花莲的和平 这段是预计107年完工 但其实实际 傅昆吉是说 这段计划 其实目前都还没有着落 我想请教仁俊 这个东部交通讨论这么久了 那我们说现在政府在推前瞻计划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 东部交通连基础建设都达不到呢 何来前瞻 我觉得这个当然从它的名称上面 那个时候其实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 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 那时候大家在想说 比较苏花高 苏花剔 一直到所谓的苏花改 那你如果从改这个字 你大概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针对苏花公路 进行的改善的计划 那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也就是说它针对你容易落实 贪方的地区 只有这个部分路段 它去进行调整 所以那个时候在规划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在讨论 比如说您刚刚所提到的 要不要从国武直接避开 这个苏花的这一端 然后它能够直接接到苏花公路去 之所以没有采纳的原因 是因为交通部当时在设计 这个苏花改的时候 它认为说我只是要改善 这个容易落实贪方的地区 我不是要增加你的行车速度 我也不是要增加你的车流量 所以它根本没有讨论到这里 所以按照它现在的整个的工期来看 除了苏澳到这个东澳的 这个这一段 隧段因为它有3.3公里左右 大概预计在106年完工 其实那个南澳到和平 还有和平到这个崇德这一块 是预计要到108年了 就是说它有一些地方 其实是有在施工 只是你怎么样去让它整体的衔接起来 其实对于现在这一次 这个花脸的民众来讲 你只要看到 其实只要有一段 有一个地方发生问题 你只能庆幸地说 它是发生在我现在这个地方的后面 那我可以不要被塞住 比如说这一次川芳的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那往后延 多少那个长度 是所有人全部都堵住了 所以它的问题 可能不是你单点去修复 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出 就是整条全部通通都出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体的交通建设里面 过去交通部对于花脸的想法 永远都是说 它是以轨道为主 然后以平面 以公路为辅 那你就算是走公路 那对不起 是以公众运输的为主 那你私人运输为辅 在这个概念之下 每一次其实你看到花脸地区去游玩 因为花脸这个地方 跟某些我们国内的其他都市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它那个是属于 很狭长的一个面积 那你如果真的是说 除非我的大众运输 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有很好的一个配套的模式 也就是说 但显然没有 对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上面 你可以说 好 我今天就算 你如果愿意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到这边 比如说你做铁路 做什么到这个地方 那我有很完善的一个路网 甚至其他的这个运输工具 让你做选择 或许可以减少民众开车的 这样一个事件 可是就现在整体来讲的时候 变成是它开车 可能是它到花脸去 一个很好的选择 原因是因为那我最少交通方便 所以你会看到每一次廉价的时候 其实很多 再来票也难买 我们也承认 过去也都讲过说 就是你那个火车票或干嘛的 真的是一票难求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东部交通建设真的是不足 是 所以我就讲说 今天不是说只叫说 你大家为什么要通通开车去 我就讲 我开车去我要红杯 你想想看我车站下去 我从这个地方下车站 到我要去的地方 我有多远 我又不是很好地运输的方式 你动弹不得 如果你没有车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你说 你说地方政府都没有责任 我也不敢这么讲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有地方政府在做规划 可是如果就整体的道路来讲 你看现在改成梳花改 梳花改就变成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 它的全责就变成不是 不是由交通部来做全责 因为你如果是国道的话 就是由交通部来做 所以这里面每一个 它有各自它全责的问题 可是我就讲说 今天对于花脸的人来讲 其实很可怕的是什么 今天不是红台天 你如果今天是因为大台风天 说下大雨或什么 可能大家心里有所认知 有所准备 这一次就是下个雨 我不敢讲说它雨不大 但是它就是下个雨 然后这个石头 掉下来之后 那整条路就全部断掉 那如果接下来 遇到七八月八九月的 那个雨季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 树花公路 其实一直对人家来讲 就是说很一个 不能够预期的地方在这里 你知道我上一次去花脸 我们友台有个节目 我们去那边花脸开 我自己就开车下去 那天还不是连续假期 它也就是很正常 那我也不飙车 我就慢慢开这样子 我从台北开到 那个花脸这个地方 将近开了我四个小时 这个还是我很顺的 一个行车的状态 当然我可能有开了 稍微慢因为危险 那个路段真的有很多地方 弯弯翘翘翘 你没办法开快 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看遇到今天这样子 这种一个雨的情形 所有人你为了要回家 现在你要走中横的 走中横 要往回 要往南走到台东 再从台东接到高雄 再从那边接过去 你像那个路程这样的 花了一大堆 可是我真的必须讲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的人 都没有花脸人来得深刻 因为花脸的民众来讲 他几乎是每天 或者他经常就要遇到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说 政府当时交通部 在规划这个树花改的时候 你是以要改善落实为主 那是不是这个路段 通通改善完了之后 按照你们的规划 以后这个落实摊房的问题就不会再发生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大家会比较在乎的是这一点 也就是说他的落实摊房 因为梳花公路 他的整体的问题 已经是蛮严重的 也就是说他经常很多的那个路段 经过长期的摊房 或长期的这个冲刷之后 有很多路基是已经都不稳了 经常动不动 就是管制性的那个预防措施 就直接封起来 那可能封的时间长或短 长或短 那只能讲说 难道你要去的人 自己要趕快摆摆烧 那种黄米豆腐 不要被塞到 其实不光是游客 东部民众的最卑微的一个要求 说你至少给我一条安全的路 为什么连这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 来请教昆辰 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交通建设从过去 不管几年前到现在 显然这个交通部的一些规划的思维 是不是有跟上时代 也就是说你的规划 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规划 而是都是片段式的 比如说国武走到苏 苏澳就停了就没了 那接着又苏花盖 好那不管怎么样 那至少这条路是安全的 但显然也是没有 那这些游客就很叹息 就说我出去玩 感觉像逃难一样 我好不容易花了十几个小时 才有办法从东部回到西部 那这样子的话 连最基本的基础建设都达不到吗 那交通部的一些规划思维 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 这是刚好摊邦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东澳跟苏澳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年底预计完工的 这个苏花盖一起工程 也刚好是这一段 那如果说今天是真的很不幸 刚好卡在那边 然后苏澳公路摊在那边 北上也不去 那南下也有问题 所以大家卡在那里 那所以说如果说今年年底 或是说明年年初 这个苏花盖的一起工程完成 刚好是从这个东澳 到南澳这个地方 苏澳跟东澳这个地方 刚好是可以这个顺利比较通测 那其实刚刚中将有提到 就是说那为什么当初 在规划的时候 比如说从这个苏澳到东澳 有苏花盖 然后从这个花莲 又从这个东澳 这个往南又有 到和平又有 然后和平到重德又有 那为什么从这个东澳 跟南澳这个地方 没有连起来 大家也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是这个 这是傅昆奇在讲的 就是说那为什么 这个苏花盖的二期工程 还不做 或是说像这个吴泽成 代理现场所讲的 那当初为什么规划的时候 从这个国武 从苏澳下来的时候 没有跟苏花盖 衔接在一起 那我相信当初这个 这个在做规划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 马云九执政的时候来做的 那我相信 也是专家来做出 这一个评估之后 就是说认为这三段 我们可以先来改善 那改善完之后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第一个疏解这个交通 那第二个 这避免这个危险 让大家有这个安全的路 那我想说先做这三段 那我想应该也是有做过 他专业上的评估 那至于说这个苏花盖 为什么没有介绍国道五号 那当初也讲说 这个国道五号 是属于这个高工局 高工局做的 然后这一个 这个所谓苏花盖 是属于公路总局做的 那这个我却不晓得说 那到底这个交通部下面的 一个高工局 一个公路总局 对于这个苏花盖 跟这个国号五 到底要接起来 可能他们有提供 他们专业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车速的不同 车道也不一样 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今天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好 那你如果苏花盖做好之后 你在苏花那个地方 你就是容易会塞车 那未来如果遇到塞车的话 要怎么去解决 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宜蘭的代县长 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 他预见你如果通车之后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然后就像傅昆琦所讲的 好这三段 如果完成之后 那是不是就能确定给这个花连人 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其实大家也说不定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在 苏花这一段 我们其实是在跟老天爷在抢到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政府 不管是以前政府 或是现在政府 其实都希望说能够利用 这个大众的运输系统 就是铁路来做这个整体运输 所以这次的这个前瞻计划里面 关于花东就有所谓的 这个花东铁路双轨 双轨的这个计划 因为以前只有单轨 单轨只要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卡在那边了 也进退不得 而且双轨的运量也比较高 那你能够解决说 我们每次要到花莲到台东 都买不到 买不到票的问题 所以希望说这次的这个前瞻计划 用特别预算 来做这个花东铁路双轨 那至少说在几年之后 比如说在七八年之后 这个东西完成了之后 我们至少可以用这个 做铁路的方式 那也不会说 我是要做 所以前瞻计划是针对这个轨道运输 对 轨道运输 公路运输这部分就没有包括了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可是没有包括在里面 也不是说这个 因为这次的前瞻计划是特别预算 那其实像之前书楼馆 也不是用这个特别预算 是用所谓的一般的预算来做 就是说这次就算没有纳入 这一个所谓的特别预算里面 未来还是可以用一般的预算来做执行 所以这次我觉得这是 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无风无雨 可是那边可能下了一场大雨之后 整个这个石头摊邦下来 就是让他们没办法走了 因为梳花公路就是这么窄 对 那所以未来说 这个关于我们怎么样 除了这个铁道系统 能够把它加速完善之外 其实坐铁路到花东 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利 第一个你安全 第二个慢活 我们到那边之后 我们或许到花园到台东 我们还有其他交通方式 那至少我们可以用做铁路的方式 可以安全的到 可是我觉得现实没有办法达到 你即使说东部铁路 你双轨好了 但是你的运输量 有办法涵盖全部吗 毕竟有些人还是会开车 你不可能完全都是 仰赖这个铁路运输 开车方式就是说 容易摊邦的这三段 比如说这个梳花改 做了这三期 至少做了之后 我们看它的成效怎么样 那至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二期工程 当初为什么没有规划 说东澳跟南澳之间 为什么没有规划起来 那是不是当初的环平的问题 或当初的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到现在可不可以来做处理 那如果能够做处理的话 是不是能够纳入 这是没有纳入特别预算里面 那未来的这个 一般年度计划里面 可不可以纳进去 都可以讨论 OK 来 惠竹姐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前后政府 其实交通建设都是一致的 那你交通部做一些规划 真的是要整体去规划 而不是让人家感觉上 你是片段 那刚刚这个昆程也提到 这个比如说国武 是高速公路 那你这苏花改 又是属于这个地方公路总局的 可是我觉得一般民众 可能听不进去 就觉得你这道路都是连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连 那你就要分单位吗 到这边就要下 然后苏花市区 可能他们当地的人就觉得 每逢假日我就几乎大塞车 我就整个市区停摆 那衔接到苏花改 苏花改就有困难吗 也就是说这个规划 是不是让民众 能够有一致整体性的 而不是这边改一段 那边改一段 然后遥遥无奇 是 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个廉价发生 反而让全国的人 都有一个反省 因为它牵涉了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花莲台东的人 要回家 第二就是西部的人 要去旅游或公务 那以前呢 大家都说 哎呀花莲要回家 缺一个回家路 现在发现是 西部人回不了家了 因为你去了东部以后 你回不了家了 所以就引起这个 原来可能不是那么关心 东部的人 大家一起来说 很多旅客说 他下次不敢去花东了 对对对 他觉得一出事 就跟孤岛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间发生 其实让全台湾的人 通通都会蒙受到 这个铁路或公路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反省 反而是一件大反省的好时机 那我觉得花莲蛮可怜的 就是说 他过去是靠这个观光旅游 来提升地方的经济 因为他很少工厂 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赚钱的这个产业 那我这个路客呢 在很兴旺的时候 大家去花莲去台东看看 到处都在盖五星级的饭店 非常的兴盛 那很多的这个台商也好 外资也好 都去投资五星级的饭店 现在路客不去了 那所以呢 他这些饭店也好 或者相关产业也好 都没落了 那好不容易凹到一个廉价 国旅 我们自己台湾的人 四天廉价去这个花莲 又发生了这个路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讲到 要一条安全的回家的路 那这条路呢 刚刚竟然谈了 他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 十几年了 几任总统都讨论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停留 再讨论 我们把书花改好好完成 这个是我要给这个蔡政府一个呼吁 因为傅坤齐县长 他就很无奈 他说书花改的第二期 蔡县长上任一年没有编预算 所以原来二零一七年要完工的 现在遥遥无期 因为二零一六没有编预算 因此第一期的书花改 在这个东奥书澳段 如果完成的话 我觉得现在开始 我们要马上编预算 第二段 第三段让他能够完成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这样东一段西段能改善吗 我觉得先把东一段西段接起来 再看全线做检讨 你东一段西段都没有完成 连这个书花改都没有改 那怎么去完成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 蔡政府应该把所有书花改的这个工程 快速的编预算 尽快如期如值的完工 那另外呢 就今天提到这个国武到这个书花改 这一段怎么把它接起来 宜蘭县代县长说 只要一百亿 一百亿的预算 听起来蛮多的 但是我想政府都愿意拿八千八百亿 做轨道等等的 那这一百亿能够解决东部人回家的路 解决交通问题 我觉得应该去做 所以第一个我要建议就是 蔡政府把过去该做的快速做完 不要因为政治因素 你就停滞不前 预算不编 动作不做 工程不做 第二个就是说 新提出来的 怎么样去把它这个评估以后 给他们一个答复 好如果你要做 那大家赶快编一百亿的预算 如果不做 请你们自己说服 你们同党的县长去说服他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一段不做的话 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这最基础的公路 第二轨道也要做 但是不是人人都只做 这个轨道就可以安全回家 你这个轨道跟公路要同时进行 所以前瞻基础建设要做 本来的基础建设也要做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旅游的部分 旅游跟一般的回家 他不一样 他可能是牵扯到 第一个是国旅 放假的时候 我们西部人南部人北部人 才会去那边去旅游 他的这个旅途 他这个交通量突然大增 他怎么去解决 第二就是国外的旅客 包括日本人 这个大陆人 这个韩国人 他怎么去这个西部旅游 买这个平时的车票 这个大巴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面向 一个是东部人要回家 第二个就是西部人要去公务旅游 这牵扯到全台湾的一个所有人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说公路跟轨道应该并行不备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蔡政府你怎么去延续梳花改 也不要再吵了 反正就是苏花改 你先把它完成 这几段先把它完成 后续的才有一个往下走的一个空间 对的确如果说台湾其实要迈入现代国家 不管是轨道或公路运输 其实都要齐备 甚至要多元的这个发展 才不会说一个出问题就马上被卡住 来人俊你是不是要补充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苏花改他的一起有分三个路段 那中间有讲到说 比如说为什么是一百零七年 或一百零八年完工 不是因为预算没有进去的问题 是因为他中间有工程延宕 那有停工 后来才复工的状态 所以我刚讲说 他是苏澳到东澳 还有南澳到和平 还有和平到崇德 这是三个路段都是一起要做的 那分别在今年跟一百零八年初的时候 要完工 可是他现在所谓的苏花改二期 其实我用这个方式来做 你现在做三段是这样 一段两段三段 可是一二段中间这个空档 是他们现在在二期准备要做的 也就是说二期的部分是和平到河中 大清水到崇德 崇德到新城 还有东澳到南澳这一段 还有刚刚您提到的 那个国道五号到苏澳 那个口要不要接 对 那个才叫做所谓的二期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落差 那我应该要讲的是说 对于复昆期 或者对于花莲縣民来讲 他们其实现在在乎 就是说为什么提到前专基础建设 是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前专基础建设 他花了四千多余 在所谓的轨道上面是 这个地方 他的公路的交通运输 其实是完善的 而在完善的状态之下 你希望再给他增加 第二个运输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去增加轨道 这个轨道 轨道很有可能是轻轨 它可能是区域性的 而不是整体的路段 可是对于这些花莲民众来讲 他认为说 我现在是连基础建设都有问题 我基本的公路的安全 到现在的为止都产生过 好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现在这三段把它做起来 那中间这个有断点的地方 是你二期本来就应该要再继续规划下去 结果我现在看到的是 白人有饭可以吃 有饭可以吃 不够 你再说他吃了又不好 你知道我再加肉 加雞腿 加什么 你再吃到肉 对我来说 白饭我饭不够 我还要煮煮 有什么加水进去让他这样 让他觉得我可以 暂得一点点温饱这样 他会觉得在这个比较上面 如果你今天讲说 我意味着掉地方让他更繁荣 我今天基于整体的建设 尤其他在这次前三季 建设里面 他讲说我要规划三十年 那花蓮能不能把我原来应该给我的 还给我 你先把要给要应该 你本来二期规划里面就规划 要把这几个路段全部做起来 可是你现在在这一块 你经费没有进来 你就算把这个第一期的 这三个路段做好了 对花蓮人来讲 这中间的路段还是危险的 那你如果交通部只是一抓着 当时讲说我只是要改善你所谓 贪方的那一块有危险那一块 我暂时给你解决掉 一期为什么设这三个 他就是讲说 我先把你危险路段解决掉 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他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贪方没有那么严重 比如说那个冬奥 那个那个从德新城冬奥到南奥 他们讲说这所在也不贪方 平常在这边发生交通事故的部分 也不多 所以他就把它放到二期里面 就说你真的去理解 他苏花蓮的计划有分段 可是我就讲说 今天如果不是说政府有一大笔 四千多亿还要再去搞这些轨道 对花蓮人来讲 他只会觉得说 有什么那边有饭有菜 你要给我够锅铁要给我什么 我每次吃饭 你就给我告诉你加水 你给你咬梅就好了 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不平衡的一个落差 所以基本的要先做好 一条安全的路 来靳安姐 就是这个部分 当然刚才这个 这个慧珠姐也提到了 就是说那个国武要连接苏花蓮 还要再花一百亿 那是公路总局的评估 而且他们还说 以苏澳市区现在的容纳量 是可以容纳这些车辆 显然交通部是不是不想做 因为他觉得还要再花一百亿 但问题是你如果不花一百亿 你先前已经花了四五百亿下去 你的道路就不够完整 这里面有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你的大饼就这么多 你要把这个饼 那你要放哪里 就是刚刚讲的 特别是康仁俊这样讲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西边 为什么不把它放在东边 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你发展策略的问题 就是蔡政府在面对整个台湾 未来的想象 那他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那如果在这个发展策略里面 他可能还是要去考虑那个效益 也就是说不客气的讲好了 花莲台东跟宜兰的人口数 其实相对少 那他在这里面 他直接能够产值的 再直白一点讲 他就是观光 那我刚刚也讲 在观光的这一块里面 他的产业里面 一部分的人 甚至大多数的人 认为他最大的这个可能性是慢活 那慢活就是不要大量的车辆进来 那那个发展策略的后面 就不是你要引进大量的车辆的进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就不是这样思考 你当然就是像刚刚李昆臣讲 在这里面就是发展双轨的铁路 其实很多人去花莲或台东玩 他不要开车去 他直接把车子放在宜兰 就台北下去到宜兰 然后买火车票到花莲 或是买火车票进台东 原因是什么 因为梳花公路的不可测性太高了 然后梳花公路的危险性太高了 特别在里面还讲到什么大车 什么水泥或什么大卡车 进出那个开快车等等等等 这中间讨论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后面就有一个逻辑 那个逻辑就是你对于台湾整个的发展策略 在花东地区的民众某种程度上讲 他的人口数可能比一个台北的一个什么市 比如板桥市 可能跟人口数少到一个不行 我不能说因为这样 让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不能有二等公平 我不是这样讲 但是在这里面 他在考量整个台湾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蔡政府他就必须要去思考 那除了一部分给他回家的这一块的 这些要回家的这些人的需要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花东的旅游的这一块 他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那大量给这个轨道 那这里也是一个发展策略 就是你在宜兰苏澳的地区 给你一个大量的停车场 像我刚刚讲的 大量的停车场 你就把车子就放在那里 让你坐火车进花莲跟台东 那在花莲跟台东的这一块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接轨 有这样能量去承受 我觉得会有实际困难 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的考量 我刚刚讲就必须要配套考量 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民众 现在其实就不走苏花 走苏花公路 他真的就像刚刚讲 他有非常大的地质的脆弱 所以为什么环平一直讨论 中间有七八年的时间 一直讨论一直讨论 一直可以过一直不可以过 花了非常多时间讨论 那我也同意刚刚议员在这边讲的 已经通过了 就不要再回复 再浪费那个时间 就赶快把这个工程做完 做完了下一步的讨论 当然明年就是选举 我认为县市长选举就要表态 OK 来来 我们刘雨昕 昆辰来回应一下 我简单讲一下 其实刚刚这个图 就是补充人俊讲的 其实现在红色的部分 就是苏花改 其实都有在做 那分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七年 一百零八年 其实这个预算都有编进去 那我们现在讲说二期的 应该就是灰色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个冬奥到南奥 这个灰色的部分 和平到这个河中 这个部分 灰色的部分 到现在就是说 这个二期为什么没有编进去 就是一期其实在评估的时候 认为说 这边我是用改善的方式来做 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 那未来二期要不要纳入 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只是说回应一下 这个刚才秦源讲的 其实这个工程的经费都有编 不是说这个苏花改 现在在做这边 工程经费没有编进去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来关心2018地方的县市长选举 那国民党在选出 吴敦义主席之后 是不是士气大震 双北市志在必得吗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吴敦义当选 国民党主席后呢 坦言2018的双北市长布局 是重中之重 巧的是前台北县长周席伟 最近动作频频 还跟吴敦义同台 让外界联想 难道是要选新北市长吗 来看VCR 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当选之后 前台北县长周席伟 就出现在吴敦义的行程中 被外界联想 难道吴敦义想找他代表 国民党出征新北市长 吴敦义会不会清点我 我觉得这no 他不可能会清点我 我也不会接受 因为我觉得清点什么 这什么时代了 是是是 我相信他也不会赞成 所以我也不认为 他会把我放在他的口袋名单 不认为 不认为 那我也不认为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分量 周席伟驳斥轻点说 不过他二月就在土城 办个人画展 吴热林当主席选举之后 动作平平 5月22号 先是在新竹新建的 花鸟园开幕 隔两天又陪吴敦义 到慈湖夜灵 不到一周 再上广播专访抢曝光 难道是备战准备参选吗 周席伟预待玄机 因为很多的事情 他一定要水到渠成 你没有把这个答案 封死啊 打死啊 所以大家猜猜猜去 我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人性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不可以讲说 我自己要不要选 我觉得就是我讲的 天意跟民意 那是用在这个台北线 新北市这一意义吗 一切随缘 2010年新北市选战 国民党评估朱立伦更有胜选机会 硬是不让周席伟拼连任 周席伟含泪被劝退 如果这回2018卷土重来 党内初选最可能先碰上 朱立伦鼠疫的侯友宜 或呼声高的张上正 绿营这边两位新北立委 罗志正吴秉睿早就表态 赖清德 游锡坤 也都是台面上的可能人选 周席伟前县长 现在的这个曝光率 是真的有增加了 有时候在外面跑的时候 也会遇到 一年半之后 谁能抢下六都中 人口最多 面积最广的新北市 蓝绿选将 各个摩权擦掌 明日新闻 也这周沈培志 邱显赴 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 吴敦宜在当选 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呢 党内是不是士气大正 来先请教任俊 这个2018这个双北市长 那看起来国民党 是觉得志在必得吗 因为看起来好像 选将非常多 参选爆炸吗 当然吴敦宜当选之后 很多人第一个 会先看到是党内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党主席交接的这个时程 我想这几天 大家闹得沸沸扬扬扬 那也包含这个任期里面 大概现在传出来 应该是说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希望 能够提早交接 那看起来 这个是有破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国民党 他第一个 他需要处理的问题 是选前所造成 那样的一个分裂的状态 是不是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内 虽然吴敦宜已经败会了 其他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竞争者 那大概看起来 大家也都讲说 继续为国民党给打拼 那只是对于国民党内 他的这个所谓的 基层党员来说 是不是能够 这么快的疗伤指头 因为这里面 除了支持者的问题之外 还有路线上面的问题 内部会先摆平 对 他还有一个 很严重的是路线上的问题 我想这边有 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在 那很清楚知道 党内在这一块 这一段时间里面 某种程度的 对于这些党主席参选人 他们各自在 过去的过往的 这个所谓的经历 或者是表达的理念上面 各自有一些的分歧 那所以我觉得回到 如果这一块 他解决之后 我想国民党员 当然会希望他尽快的从这里面 能够占起来 然后找出一个中心的目标 吴敦亦当然 他在胜选之后 面对到六都的 接下来这个二零一八的选战 他也讲得很白 讲说对于这些人选 或什么 他自己心里面有 有有这个名单 他心里有数 那现在只是回到了 就是地方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 这个新北的这一块 新北他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其实是不是来自于 国民党谁参选 而是来自于民进党 谁参选 也就是说你虽然我们看到 现任的这个委员里面 比如说吴炳锐 罗智政 大家都挂抗棒了 而且都已经挂出 自己的选区之外 我那天在那个三重海 那边也看到罗智政的 就是大家都已经挂了 乱七八糟 对对 挂了很多 对对对 吴炳锐也有挂其他地方 我们都要讲一下 那可是这几个参选者 在过去几项的民调里面 事实上都低于国民党 可能推出的人选 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 也就是说大家都把这个希望基于赖清德或者是游錫坤之上 但是过去的几个民调 比较特别的是 也还没有把游錫坤放进来 所以都只有 大概只有做赖清德的这块 所以游錫坤 如果放进来之后 在民调里面会呈现什么 因为我没有看到民调数字 所以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民进党的基层支持者 有一些人是在拱游錫坤 是能够继续再战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派系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先因为 我先如果你现在放进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民进党如果就现有服出的 台面上的这个人选 有被做民调的来讲 可能都不是国民党这个的对手 所以民进党在这一块里面 要怎么样去把他给 赶快稳固起来 这个又牵着到台北市 这个所有全部都绑在一起 就是联动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很比较实际 如果从国民党自己本身来讲 国民党也有他自己的党内的提名的机制 那是不是谁清点 谁属意 谁怎么样 我必须诚实的说过去国民党的几个党主席里面 比如像朱立伦 当时在排这个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就清点讲说 我哪一些人以后要投入县市长选战或什么的 就先让他做个两任的做了两年的不分区 那时候党内也是都质疑的很严重 讲说怎么可以这样搞 不是 重点是你下了党主席之后 这件事就不算数了 那些人还是继续做他的委员 也没有说什么 大家就是好吧 辞去委员 就下来地方奋战 就不能讲的不算数 所以打破了他党内的自己游戏规则之后 现在很多人就寄望国民党 能够把这个游戏规则给定应起来 不过我这边还是建议国民党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看地方选战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大家在挂抗棒 因为各个地方上面已经跑得非常非常勤了 而且跑得很急了 你要赶快有一个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好 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以新北市来讲 现在看起来 你如果每个人要去挑战侯友宜 但你从过去几份的民调来说 侯友宜的民调也都还不错 甚至高过朱立伦 这也是蛮奇怪的 这个看哪一家做 但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你通盘来看 我还是强调 因为游席坤都没有被放进民调 或者是有 只是我看到了没有 就是说你最少看到这个态势来讲 民进党现在既有的可能人选里面 扣除掉赖清德之外 其他人确实不好 可是从国民党来看 你把其他人选项放进来之后 好像侯友宜都还不错 那你如果说我要再打破这种游戏规则 你怎么能够说服党内 过去再用什么空降清点或什么 其实几次的选举下来 这一招其实对于选民来讲 我讲实话 能达到的效果 其实非常有限 对的确其实选民能够接受是最重要 说是清点 真的是已经是旧时代想法 来昆成 怎么看新北市这一局 那蓝营刚刚我们也看到VCR 周锡伟也想出来选 到底他的这个实力强不强 那跟侯友宜比 那绿营的人选呢 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好像人间蒸发 因为几乎所有大型的活动 可以接触到大群群众的都是这一个侯友宜出来 像昨天我们微风运河 华龙舟也是侯友宜来 然后这个端午节包粽子也是侯友宜来 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我看这几天他都没有公开行程 那还蛮奇怪的 对那所以那当然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跟社团跟大型活动群众有聚会的 他就让这一个侯友宜去 那表示说其实他是有意要让侯友宜接班 所以说透过很多个这个活动 那因为有行政资源在嘛 副市长去参加这些活动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所以说我看到其实从大概今年以来 所有几乎一些比较重要 我们认为说一些公庙的活动 几乎朱立伦都是让侯友宜去参加 那所以说其实朱立伦要挺这个侯友宜 这一块其实已经是很明显了 导致这个周习伟 他其实也是利用最近也是过年后 利用这个开化展这个方式 也到处去跟地方的阶层人士来走 比如说他到鲁州 他也是透过这个地方服务社 还有这个救国团的这个系统 在我们这个鲁州办了一个画展 那我看这个参加画展的人 好像也是都是地方上面就是 甚至有头皮的人 来这边来参加 所以也是说他利用这一个 比较不那么政治化的 比如说艺术展啊 这一个因为他很会画画嘛 利用这种方式 不要让人觉得说 他付出就是有这么高度的政治性 他用这些非政治性的一些活动 也慢慢的在各区 我觉得是在试水温 那所以目前大概国民党就是这个侯友宜 跟这个朱立伦 当然他们这个侯友宜跟这个周习伟 可是他们隶属的系统不一样嘛 那就看这个现在党主席 这个伍敦仪跟这个朱立伦 他们之间的默契够不够 或是说之前也没有协调过 因为伍敦仪说他在这一个选完 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他跟这个各地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利益交换 因为他说对于这个明年县市场的人选 他已经有这一个心里有底了 那心里有底的书 也让人家觉得说这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党主席 还没有去经过这一个公开的 这一个一个征询 就是说他心里有底了 那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就是民进党在新北市这一议 我们认为是真的要拿下来 那现在是两位这个中壮派的这个委员 这个罗志正跟吴秉锐去跑 那其实就像这一个刚刚任俊讲的 其实这两位民调的确 的确目前都比这个侯友也稍输一点 可是都赢这一个周席伟 我们都有看过这个民调 那所以说到的 因为我们是用征召的方式 征召就是比较多一点弹性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说 国民党的这个人选 到底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这边的人选再确定 或者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 我们不用这么急 等到明年整个情况 比较明朗化之后 再决定说是由中壮派的 来这个来出战 或者说我们必须征召 这个民调比较高的人来选举 这个征召的这一个变化 灵活度就很高了 而且说实在选举还没有开始 现在民调低也不代表 后面就会输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再来关心 2018的地方现实上选举 国民党是不是志在必得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我都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2018的地方选举 国民党是不是志在必得 来 先请到辉主姐 怎么看这个双北市 尤其新北市部分 那周席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前两个月 我们一些老立委 大家聚餐 因为周席伟的公子 在那个大同区 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 非常的有气质 里面还有一个楼层 是放了周席伟的画 所以他下面等于是餐厅 上面等于是一个画廊 那周席伟呢 就请我们大家去 那个意大利餐厅吃饭 当时一号召 来了三十几位过去的老同事 都是立法委员 所以盛况空前 有的人已经退休了 甚至是自己的下一代 像那个钟绍和 他儿子出来参政了 有的还在政坛 于是就有人拱周席伟 说请他出来选县长 那周席伟当时 面对大家的好意 其实他没有说不选 然后他就说一切随缘 之后我们看到一些 媒体上也报道 他就说一切随缘 这个说法其实有点松动 跟他这八年成前 不参与政治 问到他 他也说不参选 稍微有点微调 敏感人士就觉得说 是不是他现在也不排除 再加上他有一些曝光的机会 跟着这个吴敦毅 这个主席当选人 去叶林等等的 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揣测 我是觉得说 以周席伟来讲 他成前八年 如果现在有很多人劝劲 希望他再出来奉献 他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他愿意出来东山再起 或者是重新奉献 我觉得也不为过 也不奇怪 我们也乐观其成 我主要是党内竞争 现在可能也蛮大的 还有其他人 对那侯友宜呢 我在前几个月参加 这个李鸿源李鸿军 他们的这个 家里的长辈的一个告别式 碰到这个侯友宜 我也亲口问他 我说你要不要参选 民调你都第一名 你现在布局怎么样 他就一直笑 从头到尾 他没有说不 或说要 他面对我的这个询问 因为我就是站在他旁边 两个人私下聊这样子 这算默认吗 他就一直笑一直笑 他也没有说我不选 我觉得他一直笑 没有说不选 基本上他也不排除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朱立伦系统的人 整个布局是希望 侯友宜出来接班 那他的民调也相当不错 而且他的这些动作也好 他的讲话也好 大家可以发现 他也不排除参选 而且以侯友宜 他是嘉义人 本省籍的 那他也在这个绿朝为官 换句话说 他是蓝绿都可以接受的人 所以蓝绿的选民 应该也都不排斥他 他应该会比其他的人 有更大的公约数 得到大家的支持 当然深蓝的一些人 我不会员 到现在还在说 两颗子弹 侯友宜当警政署署长的时候 没有提出一个真相来 所以深蓝的人 有一些人 对侯友宜有意见 这个我们选举做观察 做评论 大家都应该这个把好的坏的都说出来 所以侯友宜这一块 就跟詹琪贤去选党主席 人家会质疑他一样 可能还是要去克服的 那至于刚刚昆臣提到说 吴敦宇说他心里有谱 确实我所了解 就是说吴敦宇当选以后 愿意表态出来参选 县市长或者跑出来争取的人 比以前多很多 那这些人都会主动 跑到吴振营那边去 跟他说我想选 我想选 或者是问问说 我要参选 有没有机会 所以吴说他心里有数也确实如此 因为这些人过去不会到 洪秀柱面前去表态 因为他们觉得说 如果洪秀柱要继续选的话 他们可能考虑就不选了 特别中南部很多人 一中同表怎么选 那吴敦宇当选之后 确实党内的竞争 比以前来得多 这算是有拉抬一些凝聚力吗 对对对 就是说大家愿意出来 对很多人愿意从出江湖 来争取一个机会 也评估说可能当选几率会比以前大 那也阉止吴敦宇说 他心里有数 我觉得也是事实 就是看最后党内怎么去选 比方说新北市来讲 如果侯友宜跟周周夕伟 来一个党内初选 那可能又杀了头破血流 是用什么方式 因为民进党都用征召了嘛 他新北台北都用征召了 我们也可以用征召啊 是不是这个也可以由吴敦义 他来定出一些规则呀 可是议员这里面有矛盾 到底新北市这一帐是算谁的 是算吴敦义还是算朱立伦的 我的意思说 他其实是有权力的延伸 你去看党主席还是最大的 你去看 说了就算是朱立伦 胡志强 你去看胡志强那时候要选 离开的时候 他给他的副县长 我的意思说 他的势力还在那里 那朱立伦也年轻啊 朱立伦有没有想到 他有可能的未来呢 如果新北市这一帐 他保住了 他可以持音保态 所以这里面在讲的 这里面就是有个矛盾 那个矛盾就是 到底新北市这一帐 是算朱立伦的 朱立伦的政绩不错 朱立伦的这些人还可以 所以他延续下去 还是说胡敦义 胡敦义这一帐 要不要考虑朱立伦 能弄中间过去也有些矛盾 最后这里面 还是有权力上的矛盾 这场造势还蛮好看的